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由飞魂武艳婷所驾驶的F-16战机于四日不幸失事,空军先前曾宣布同型战机暂时停飞,进行全面检测,而空军司令部昨日贴文指出,空军第四连队昨天于台东外海执行海、空联合对抗操演,此操演式F-16战机也是飞安事件后再度参与演讯任务。 空军司令部联书作表示,空军第四连队昨天在台东外海执行海空联合对抗操演,此次操演也是F-16战机于六月四日飞安事件后再度参与演讯任务,为激励官兵士气,第四连队连队长陈少将神仙士族率先同城参与任务。 据联合报报道,空军司令部指出,参与演讯的F-16战机昨天已完成特检,今天将参与台中清泉港基地的中部联合反空降作战演练,但演讯单位由嘉义空军基地代替花莲基地。